中枪的这名超商店长叫许文基 那么他目前已经脱离了险境 对于他的遭到枪击 员工家人都很惊讶 认为他平常待人和气 那么在退伍之后呢 九年下来在他的努力下 成了三家超商的老板 而这次中枪的部位是左胸 距离心脏很近 能够捡回一命 只能说是奇迹 帅气的脸庞 腼腆的笑容 他就是遭到枪击的超商店长许文基 34岁的他退伍之后 力拼事业 和朋友合伙投资 便利超商事业 九年下来已经是 三家超商的老板 虽然事业忙碌 不过许文基 每天还是会到超商巡视作证 会常过来吗老板 每天啊 他每天都要来 那他这样不会很忙啊 如果他有其他店的话 我不知的 所以我就很忙 员工眼中的好老板 许文基其实也很重视家庭生活 部落格里满满的相本 和太太亲密 由南投亲近 一张张记录 两人甜蜜世界 但两百多本的相片中 最多的还是可爱的小女儿 家人也说 夫妻俩感情相当好 几天前才带小女儿回娘家 没有任何异状 直事业 家庭两得意的许文基 突然遭到枪击 家人也非常惊讶 索性幸运之神眷顾 左胸重弹开刀后 许文基已经脱离险境 中线五博一秋如 台北报道